媒婆巧舌如簧的对面前不安适适的女孩说 嫁给中国男人就不用留在越南过苦日子了 如果找到一个好婆家 还能挥钱回来帮衬家里 到时候回来探亲要多风光有多风光 女孩听闻后微微一笑 似乎已经心有所动 她询问起探亲回来的大义 嫁到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可大一并没有告诉她自己在中国过得究竟幸不幸福 大一名叫阿子 六年前远嫁到了台湾 她的老公名叫阿龙 说起阿龙却也是个不被上天眷顾之人 小时候因为一场疾病导致右腿落下了残疾 自此总感觉差人异等 长相和身高都不出众 家里经济条件又不行 到了四十多岁也没能讨上个老婆 年近八十的母亲不愿看儿子截然一身 听说只要肯花钱就能从越南讨个女人 于是东听西凑借了点钱 通过中介认识了阿子 阿子从小在贫困家庭长大 家里还有哥哥和弟弟 父亲无力养活他们 便想着把他嫁到国外 在他们的眼里 女儿甚至还没有家里养的猪箱 至于到国外能找个什么样婆家都不重要 能吃饱饭就行 父亲告诉他如果嫁给越南本地人的话 日子只会越过越苦 婆家还不允许偷偷带钱回家 阿子也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 在自己已经有了一个很爱他的男朋友的情况下 还是选择了远嫁他乡 对阿子来说嫁到中国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找不到一个对自己好的男人 好在阿龙一直都对他不错 两人还生下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女儿 身边有不少从越南嫁过来的女人 最后选择了抛下孩子逃走 他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因为他知道那样对孩子太过残忍 虽然生活还算幸福美满 但阿子也会有自己的烦心事 那就是婆媳关系 婆婆从她嫁过来的时候就对她看不上眼 总觉得她不够勤快 又不懂得看人脸色行事 总之看哪哪都不顺眼 家中的大哥也经常在阿龙面前添油加醋 还经常给阿子找工作干 每次阿龙都对大哥的言行很不爽 我自己的媳妇怎么也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可阿子对大哥倒是很尊敬 只要是能做的他都会去做 对此阿龙也没什么办法 不过他倒是经常家在母亲和老婆之间为难 每次看到他们在家吵架 阿龙只能做做老婆的工作 小时候家里穷只念了小学 早早的就不如社会学了一门裁缝的手艺 那时候很流行手工西装 阿龙赶上了好时期 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七八万 可好景不长机械化便代替了手工 在城里也找不到好的工作 于是索性回到乡下种植大蒜 一年到头辛苦不说 钱也挣不了多少 如今一家人守着种植的大蒜 勉强够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可阿子却一直放心不下娘家 隔三差五的就往家里寄钱 前些日子还帮父亲买了一辆摩托车 这可让父亲在村里赚足了面子 只是他嫌费油钱一直舍不得起 阿龙对阿子的行为表现出了极大的包容 他也想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帮衬一下岳父家 只是能力真的有限 上面有老人要赡养 下面还有两个孩子要上学 所以阿子总是会在农忙之鱼到外面找活干 尽管是摸着天黑回家他也从来不抱怨 一晃六年过去了 阿子在台湾这边终于有了自己的身份证 这就意味着他可以不用整天待在村里 可此时的婆婆却有些担忧 以前没有身份证的时候 阿子即使是想跑也跑不了 可现在情况就不一样了 虽然看不上这个儿媳妇 但好歹也是两个乖孙女的妈妈 再不计也算是家里的劳动力 其实阿子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这个家 他只是想有了身份证将来能回趟娘家 阿子每天的工作很忙 但对女儿的成长也很上心 学校的家长会他经常参加 他很关注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情况 尽管自己只会说中文 可以说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 他和阿龙的态度比较一致 每天忙到天黑回家的阿龙总是会检查女儿的作业 这也是一家人一天当中最为温馨的时刻 然而这样的平静生活即将被一些生活琐事打破 转眼又到了每年大算收获的季节 家里劳动力不够 阿龙便想着请一些妇女过来帮忙 可附近能找到的劳动力真的很少 好不容易凑了一些从越南远嫁而来的女人 阿龙为了能留住她们 傍晚的时候他故意不发工钱 说等这批活干完再结工钱 可阿子却不理解阿龙的用心 当天就把工钱给结了 因为此时夫妻两人大吵一架 婆婆知道此事后在家破口大骂 说阿子一点也不会过日子 也不知道体会丈夫的良苦用心 最后大蒜比预计晚几天才算全部收回 可就在此时阿子提出想要带两个女儿回趟娘家的要求 因为这几年他陆陆续续给家里寄的钱 被父亲用来盖了一栋小洋房 正好借乔迁新居回家看看 阿龙并没有为此事对阿子发火 妻子这六年来一直也没有回过家 回去看看也算人之常情 他盘算着把大蒜卖了凑来回的机票 同时还多给了阿子两万块钱 让他风风光光地回去 回到娘家后亲朋好友都来祝贺阿子找了个好婆家 阿子脸上也是笑开了花 他还张罗着办一场酒席请大家来凑个热闹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哥哥弟弟不但不出钱 也不伸手帮衬着点 这让阿子心里很不爽 这一家人就等着自己拿钱回来救济 父亲表面上说心疼自己的女儿 但又觉得理所当然 经过这次的探亲之旅 让阿子意识到钱源比他这个女儿重要 他说以后再也不想回越南了 可回到台湾没多久 远在越南的大哥又找阿子要钱盖房子 阿龙得知后实在是无法忍受 自己出钱给老丈人买摩托车盖房子 已经算是人质易尽 可大哥有手有脚的 凭什么盖房子要让我出钱 怎么这一家人竟想着把我当冤大头 婆婆听见后也跟着口吐芬芳 说阿子就没把这里当成家 完全不考虑两个女儿的未来 阿子被两人骂得直流眼泪 说自己没法在这个家里待下去了 或许他从来没有意识到 家庭关系搞得如此紧张的原因 是他无休止地帮助娘家 身心俱疲的阿龙也看淡此事 只要阿子不把两个孩子带走 他想干什么就由着他去 即使是离婚也行 几天后阿子还是没能听进阿龙的规券 每天早出晚归打工赚钱 为大哥的房子梦劳累奔波 纪录片到此就结束了 没有特定的结局 但可以看出两人今后的生活上 已经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感谢观看